說回一段時間 昨晚不知你有沒有看這個公仔箱 真的很努力的 吹谷John O'Banion 昨晚你有沒有看 有啊 沈小姐說她很喜歡John O'Banion 是的 她說John O'Banion 這個學生說John O'Banion 的歌流行一時 我想學生隨便堪一個音 或者講一首John O'Banion 的歌出來 有些少困難 什麼些少?我簡直有 除了她得上歌 不是,蘇斯拉,你也不太笑人 你說吧,你那五首John O'Banion 的歌出來 我沒有說她的歌流行 她還說她的歌很流行 好像有十多,我沒有數出來 好像Beatles那些歌 比如說小寶 這個字典 五首,小寶都會有困難 我相信會不會呢? 會啊 我相信一定是很困難 會啊 你說這個John O'Banion 昨晚我看 我覺得台風很頑皮 有點像鐵甲人 跳舞的時候有點像鐵甲人 還有呢 她不知什麼事 令我發現她 我相信她最初一早確定 試演的時候,這些位置不是那裡 想像一下,嘩 又走到觀眾那裡 又走到台邊 幾乎去到旁邊的台最問那裡 打燈那裡 令到那些拿攝影機 那些大佬手忙腳來 嘩 忽然整個人的樣子都黑了 因為那些燈都不照過區 她突然衝過去前面 照過區 即是燈不到那區 在那裡唱 我相信昨天是 這個John O'Banion 有點想玩 想玩香港人 但也好 幸好她去到一個地方 走個險雀 但走出來站好 她走去跟觀眾旁邊 和大家一起唱 即是雖然Mai Ming 明知是貨碟 走去跟觀眾一起唱 大家一起跟她拍手 那就算玩多一點面子 否則我想都走得很險 有時候 即是正如你剛才不是說的 你Air Supply覺得 香港的觀眾 反應不達熱烈 其實很險的 這些雀走去跟觀眾一起拍手唱 老實說 那些毛啊 那些小朋友 這個 這個 這個洋人 都不知是甚麼 唱首歌 可能第一次聽過 怎可以一起拍呢 你說真的 先去走運 是嗎 好了 為免大家忘記了少少 誰是John O'Banion 這個特別送給何守信先生 與沈田霞小姐 多謝John O'Banion 多謝John O'Banion 等我在短短的3分29秒 我吃了半碟飯 另外 在我吃飯期間 突然間有個電話來 這個電話 我真的要多謝他 這位朋友她說 你們兩個簡直是無知 你以為只有何守信先生 和沈田霞小姐 是稱讚John O'Banion 最近 在John O'Banion出現之前 你猜李香琴心目中的偶像是誰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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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原來我們最近才發現 你聽過一對叫做 Sussie and the Benchies 是不是 當這個人來香港訪問 他們又上去那個 歡樂今宵 於是 不是 得到這個拍檔 就是盧苑和李香琴 所以這兩位 就在那裏讚 就說 好啊 他們夠狂的 然後就說 他們是他們心目中的偶像 你知不知道我先頭聽 我聽 就是介紹 Sussie and the Benchies 這樣子 床單樂隊 哇 當然是很性感的 為什麼這麼容易 成為心目中的偶像 來香港就可以了 不是 來香港就可以了 不是 這件事 我都不太怪 這四位人輕人者 為什麼呢 因為 應該怪的 就是怪寫的人 例如 無線的script writer 我相信應該怪他們先 譬如 現在我們恥笑的時候 不是恥笑 我不敢 有一點意見 有一點 說的時候 都是提到那四個人的人名 但是我們不知道 其實不關她的事 究竟是哪幾個人 在這裏監製他們說 其中 我相信監製和這個導演 都負責任 要 嗯 飽了 我剛才 我見你聽過廣告歌的時候 眼眨眨的鼓 那個好像是張國榮 好像是 是不是 說起來 就是 雖然世界的事物 出來的形式不一樣 但是我發現 背後都是一些 就是中跡可塵 發現的 樹圖和龜同出一次 而已 例如我最近 搞音樂會 其實和買樓花是一樣的 你知不知道怎樣 買樓花會 就是 做了宣傳 大家來買票 就是那個歌聲 從外國來的 買到700 就起樓了 你明白嗎 就是那個 買得不理想 訂了不來 是 沒有空來 很多理由 就是這樣 我覺得挺遲的 你覺得像不像 幾遲呢 都挺遲 但是都好的 有些算是 挺穩陣 不是穩困 挺穩陣 其實有時候 可能很高估 例如Nolan Sisters 其實真的很高估 香港的 就是 她究竟有多少樂迷 歌 很蜂窩 這個毫無異問 但是一兩首的話 就是來做 concert 就很險了 例如我昨天和朋友 聊起的時候 那朋友就很樂觀 那時候還未知道Nolan 不來 哇 很多人看的 我說什麼二人去看 鹹濕佬 我說鹹濕佬 都是四行 四行以後 第五行都不清楚 那些傻佬 哈哈哈 是啊 幸好他們不來 不是 真的買了票進去看 聽到你 他這樣說 不是我 他這樣說 他是這樣說 買第五行已經是傻佬 但事實上 如果是我 我鹹濕佬又不會做 傻佬又不會做 可能不是我的口味 我先頭已經覺得怪的 誰去看Nolan's Sisters 如果價錢差不多 為什麼不看BGS 或其他東西 哈哈 嘶嘶嘩怎麼害我 我正在跟陳淑儀在聊 啊 啊 你不要不要笑 因為最近 似乎興起一個月潮 什麼搬入沙田寺 他跟我說 他的朋友想說 個個都進去 個個都進去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呢 昨天早上 湯正川呢 就在沙田 嘶嘶 你不要說 我們剛才看到 楊振耀的真靈一面 平時 他對著 什麼 小妹妹呢 小小小小小的 對著蘇屎王 對著陳淑儀 啊幹什麼啊 那些人想死嗎 他就是這樣 平時做節目 他就好地點 那幹什麼 那你又生長自己 什麼不說 我昨天見到湯正川 他就想搬入去住 那呢 那我 就是 他找一個朋友介紹 去住 那個朋友說 不行了不行了 我要組織個介紹看樓團 因為逢假期 有很多人來 要搬入去住看樓的了 組織個看樓團 收回佣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他就說 人就搬他就搬 就在那裡爆了 幹什麼 啊 沒事 因為搬樓這件事 又不關我事 搬屋 搬屋又不關我事 所以我就沒有不出聲 那 那 你明天開咪 麻煩你通知我 我的面目多憎領 我們見到他憎領了沒有 好了 明天我們會給你一些東西聽 至於 你現在想不想聽一下 那 如果你想聽的話 哈哈哈 不要找得那麼辛苦 不是 不是 不是辛苦的 明天有這件事聽 小姐 你的芝士焗釀田雞眼 芒果湯 好 還有德國鹹芝二繩 還有煎香蕉 還有煎香蕉 喂 什麼咖啡或茶都喝不上了 色香味謀殺旦之 是 好,今天先說到這裡 就這樣,再見 是 請各位準備對視 現在是鐵達時標七點正 有錢買一對 現在應該算是黃昏的時候是不是 蘇小姐 我經常以為這個時候 仍然可以說是下午 我也不會通常 六點半後 我會說她是黃昏 現在仍然是下午五點零六分 對 這首歌是剛才楊振耀選的 她就覺得很棒,很棒 很棒 很棒 等一下楊振耀要浪費半小時 來解釋 為何我們開始要選這首歌 如果你有這樣的需要 也可以留在這裡聽聽她怎麼解釋 蘇小王,你會否覺得 你生在我們這個年頭 有一點屬於不幸 我不是 我絕對是覺得非常幸 我曾經是 好像是 無不忌性 我們在幾個星期前 已經是講過這個問題 我就說如果真的要我選 哪個月結婚 我都很幸 是生於這個一月月 即二月的時間 為什麼呢 通常生在年尾 就很不便宜 人家問你幾歲 一個年 你就要大約11個月 不是,我不是說這一點 而是說 譬如 你知道誰叫雅特嗎 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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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很熟 昨晚在那裡吃飯 不是 我沒有他 我不去他 傻了 我隨便去別人家吃飯 那說起來 你的朋友多厲害 他發明這個蒸氣機 是 真的多厲害 聽我說生在這個年頭 不著數 就好像什麼都被人發明了 有些東西其實看起來 很簡單 如果還沒有人發明 又被楊生見到 以楊生的聰明智慧 一定去想一下 為何去研究 等於現在突然有個金 天就跌下來 我一定去發現這個 地心壓力的定律 是不是專家又出現 不是 專家出現了沒有 假設如果真的有個金 天就跌下來 一定是有地心壓力 而我又不會研究 金天到哪裡 我暫時不會研究 那樣 那樣 但是現在這些賺錢就少了 譬如說 前幾百年 我以楊生的好學 和好奇 可能就做了一些 探險家 做這個什麼 Captain Cook 周圍去發現新大陸 發現一些新的地方 但是現在地球上的 未能開荒的地方 甚少 就算有也好 文說也有一些食人族 在那裡存在 有一點點屬於危險 君子不立危場之下 楊生又不會去那些地方 遠遊 然後發現少了一些 成名 或者是流方百世的 是你覺得 是不是少了一點 都可以說 是這麼說的 可能很難說的 可能在八個世紀前 或者很多個世紀前 你是雅特都明 我幫助他 跳得太緊要的時候 一手提起他 繼續 你有些少許的感覺 例如你在家裡 聽碟的時候 一跳線的時候 你就很明顯地 整支針拿起來 不聽 或者再聽過 剛才有時候 我常常當自己 在家裡聽碟 你只想拿起來 所以大家 突然間會變成第二句 突然間發現 為何沒有聲 少少蠢 少少愚鈍 那怎麼辦 剛才你說我是專家 究竟我是哪方面的專家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話題 就是 哇厲害 不是什麼 我是考考你的記性 不是嗎 是 剛才我們說什麼 教我 用不出聲話 在那裡靈走 你真的不記得嗎 是 是 你真的不記得 我給我們幾分鐘 再考慮 不要這樣 又不用了 不是我真的不記得 我真的不記得 你又真的不記得 我真的不記得 機會呢 再給不給你 不是 在我忘記了這件事之前 那件事是什麼呢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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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記得 我真的不記得 現在5點 差不多 踏4 究竟幾點鐘回來的 我回來做什麼 我都不記得 真的浪費 哇 直接好像 那些 時光機器 突然間 載了我們這個空間 這個時間 是 我不知道什麼事 剛剛在秦朝 我剛才看到 在自相矛盾 在賣矛容盾 突然飛到這裏 不是 你非常之錯 因為剛才 應該怎樣 真的怎樣去形容 我們兩個呢 人家的時光倒流 七十年 我們現在 時光前觸 兩星期 我們那種 剛才聽說 我們會忘記了 應該叫做那種 連魂出竅 在冥想來講 至高無上的境界 肉身在這裏 是 但我可能已經回家吃我的椰汁炒河 或者 即是 我已經 譬如我現在在深水灣游 緊水 那種 即是 我已經出竅 已經忘記我了 不知道 知道我在做什麼 忘記我的境界 大家應該為我的大成功而鼓掌 即是 我做這個靈魂出竅 哇 好難做 你覺得這件事 我不覺得 因為 我時常都靈魂出竅 我在這裏 很小時候已經學會了 尤其是上課聽書的時候 好 整天都去到這個 亡我境界 這件事 這個是從小 我相信你不夠我 那麼早發現我 我自己去到這個亡我境界 即是你可能 不太讚賞 或者欣賞我 即是剛才 有這種靈魂出竅的態度 但我相信 十三個旁邊的朋友 都很理解 哈哈 剛才你的靈魂出竅 是二十分鐘 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後來我又找回那些幾分鐘 即是少了少少 我自己 即是我剛才記得我提到 雅特這個人 我自己呢 就是一個 挺好奇的人 因為我覺得 即是生在以前 我就做了大發明家 即是現在 我都好像 即是一遇到周圍的事物 我都覺得滿腦子的問題 即是例如我 我首先問你 希望你可以解答一下 為什麼吃一個叉是四個齒的呢 蛤 什麼 叉呢 即是西餐吃叉 有三個齒的 你沒有用過三個齒 那為什麼不可以五個齒 五個齒 如果你說叉是用手 即是手 然後已經變成這樣 有五個手指 為什麼四隻 最多 因為你的手指弓比較短 如果你伸出來的話 你的手指弓差不多 去到手指尾的尾 所以你這樣一遞遞出來的時候 這個手指 通常你可以看到 四個齒 所以四個齒 所以四個齒 這個解釋不得成理由 因為叉是平的 你的手指都不是四隻都平的 是不是 這個根本就不是解釋來的 我相信 那你可不可以 即是 合理一點 為什麼會四個齒 即是你說三個齒 我想都間或右 即是吃甜品 或者吃別的叉是三個齒 但是 平時吃西餐是四個齒 那為什麼呢 你自己怎樣解釋 我不明白才問你 我不明白 我已經做了大發明家 發現了這個千古不易的道理 為什麼要四個齒 你這個學問很深奧 更深奧 比做航母男 為什麼四個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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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可以 即是我們提出的問題 很厲害 很厲害 剛才的樣子 好像發現新大陸一樣 他就告訴我 我想到了 為什麼叉要用四個齒 為什麼呢 差沒有三個齒 才說過 對 差有四個齒 你四個手指 四個齒 中間空了 不是三個齒 是不是 要做三個齒的差 必定要做四個齒的差 明白嗎 明白嗎 即是如果那些差是疲出來 明白嗎 就是這樣簡單 是的 我現在少少明白了 那些大道理 千古不易的大道理 有時候很容易明白 等於我現在問你 是 為什麼 外國人飲湯 像一盒碟的盒 好像很韌 那樣喝 而中國人喝什麼碗喝呢 這個呢 我相信 就是方便的起見 因為呢 這個 外國人呢 是吃這個 扒的 當然 你不可以說 裝些湯 裝些水 那些碟裡 因為他們用碟吃飯 即是他們吃扒 用碟 又吃什麼都好 用碟的 中國人是不是 吃飯 用碗 用碗吃飯的 那不是呀 你也解釋不到 為什麼外國人飲湯的時候 要用類似碟的盒來飲 那不是呀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首先 這個專家 小小回來了 這個專家又坐在這裡做節目 這個專家說 這個中國人呢 就吃這個飯之後 就是為了這個 洗碗 是省水嘛 有製水的 想當年也有天寒的 那於是 為了省 也是 我相信 這個是窮婦人家 發明的 我相信 大富大貴的 用了很多碟 吃完飯 就用湯來 浸一浸 其實呢 就用來洗碗 其實用來洗碗 即是用來洗碗 就用來洗碗 就用來洗碗 通常呢 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就是窮婦人家 就不是用來喝湯的 窮婦人家 要些茶來 拋一下 拋一下碗 拋一下碗 拋一下油漬去 明天又用回這些碗 還有可能 即是沒有錢買東西 即是沒有錢買菜的時候 昨晚剩下些豉油 今天就倒些飯下去 有豉油拌飯吃 即是吃了一個星期 還有鹹味 但是這個外國人來說 又不是了 他們比較講究一些 因為他們一向用開碟 於是很難想到 有一件事叫碗 他們知道有杯 但他們通常喝湯 都會聯想到 碟型的器皿 因為通常 如果你說拿著杯來喝湯 好像不像樣 你不知道有些湯兜 即是英國的湯兜 經常喝杯嗎 這個就是慢慢演變的 對 慢慢演變 即是頭頭 即是他們 咖啡滑茶的時候 咖啡滑茶 也可能是杯 不 都是杯 即是他們已經有杯 這回事 但他們比較 這個器皿 只可以用咖啡滑茶 因為喝湯的時候 浸肥了 怎麼可以混合咖啡滑茶來喝 不可以 要用第二個器皿去 於是他們發明這個湯兜 這回事 對不對 不對 當然不對 不對 情初 是 專家又去游浮 我問得你 我問得你 我人來欣賞 問得你 我加自己個答案 是 即是以前我懂事 沒有人就這樣奸 為什麼 外國人喝湯要用碗 中國人喝湯要用碗 專家是否出現 通常專家出現 我們又要休息 現在碰耳聽到 好像說 今天我們因為福耀節的假期 說都說不定 福活節的假期 我們是仇埋你玩的 這樣就是 如果你黏著三音機的話 好像你要打個電話 電話就是很熟悉的30300 今天我們大家聽清楚一點 我想我也說不清楚 我剛剛才知道 就是這樣做的 商業自在 復活節假期 嘉賓陪著你 今天和明天 由早到晚 嘉賓和你玩遊戲 貼著收音機 30538等你 原來大家都知道 今天我們的嘉賓 絕對不是來自四台山的 我們今天的嘉賓 純粹都是 我們通常出現在我們節目裡的專家 繼續說剛才喝湯的問題 不是 玩完遊戲才喝湯 我們等一下 大家歡樂 每個小時我們玩一次 現在這個小時我們又玩一次 然後下個小時我們… 會不會玩死的 這件事你想想你 你玩法 問題是由楊振耀出 是 由我們聽眾回答 這個問題要淺到一回答 就應該認識的 但是又不能回答 例如一加一等於二 又不行 完全無趣味 這個問題是由楊振耀來設定的 就是剛才的問題 為何洋人喝湯 用一個盤子 類似碟子的盤子 為何中國人喝湯用碗子 我們這樣 這樣我們有這個小時 我們就問 為何這個… 我不知道一定是我心目中的答案 我覺得這個答案可以合理接受的 沒錯 喝湯的問題 我們是說洋人喝湯 為何要用一個盤子 中國人要用一個碗 下一個小時 為何要用四指叉 為何要用四指叉 這個解釋我不滿意 我喜歡聽聽聽眾的解釋 可以嗎 可以…這兩個問題 真的跟喝湯吃吃有關 是的 我們的電話 仍然是那個 聽到已經習慣了 好心你… 用手細指下那個電話 你也不要吸回去 我現在… 為公平起見 現在電話怎樣打都不通 怎樣打都不通 因為我神早已經拿起了 今早六點回來 我們拿起了 是的 這樣這樣 於是… 現在是不是聽電話的了 現在應該是 首先他要打得通的時候 他只是答… 那個問題就是 為何洋人喝湯要用盤子 沒錯 中國洋人喝湯用碗 現在電話如無意外 都還是… 你聽聽 剛剛放進去 剛剛放進去 電話就是這樣 有電話又來了 有了嗎 有 我覺得人人節目都很爆燈 我們的電話完全沒有燈 有…有來 希望不是打錯 你聽聽說 拍拖在家裡嗎 這樣嗎 這樣嗎 是 你猜有沒有人呢 你猜拿起的時候 有…絕對有 好 喂 喂 我們聽不到聲 喂 他很小聲 喂 喂 你叫什麼名字 喂 喂 我們又聽到你 你又聽到我 但是你… 我聽到了 你又聽到了 你可以大聲一點嗎 很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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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外國人喝湯 要用一個韃的盒 而我們中國人喝湯 要換碗 是 笑不是一個解釋來的 沒有什麼為什麼的 沒有什麼為什麼 不是… 不是… 沒有理由 這個根本就不是答案 不可以用這個就答案 不行…不行… 就是… 如果你問我 如果你們來參加有獎 數字網 有沒有獎啊 這個遊戲 有沒有獎啊 剛才都告訴你 復活節 當然有獎 有獎 你現在參加有獎遊戲 是 那你要給個答案 就是… 我不是很滿意 也要有一點點滿意 我才能給你一個獎 對不對 很難說 很難說 那我們祝你 這個復活節快獲 行不行 那我們當你棄權 多謝他先 一個無名事 好 多謝剛才打電話 進來的無名事 接著無名事收線之後 小燈又再開了 開了 很難看到 那個燈 肥弱的燈 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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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了開了開了 開了開了開了 喂 你又遲到了 什麼 喂 真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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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怕他真的 很幸運 幸好參加我們節目 都是年輕律狀 不會有心臟病 不會有可能 通了之後 慣低了 你沒事吧 我心臟病 你沒事吧 沒事吧 沒事 你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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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貴姓方明 姓中的 姓中的 是 中小姐 是 你可不可以 略為解釋一下 為何西洋人士 你喝湯要用這個盆 而中國人用碗 呢 嗯 就是給你覺得對的答案 就可以了 嗯 因為中國人要用手拿著喝湯 嘛 中國人要用手拿著湯 在手上 是嗎 就是中國人想把湯拿著在手 來喝 要拿著碗 中國人說 不是的 我喝湯 我拿著一匙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 蘇斯瓦你受不受 這個答案 我不受 這個不受 因為 你的答案 我不是很滿意 為什麼呢 中國人喝湯 你說要拿著碗 那外國人喝湯 也可以拿著碗 可以拿著碗 來喝 真的 就是拿著碗 每個人都可以拿著碗 歌仔也有得唱 是嗎 沒事 是嗎 那你的答案 我又不滿意了 是嗎 是通的 我聽不清楚你講話 蘇斯瓦說 他的答案 他不是很滿意 是嗎 就是你有沒有更加的答案 更加嗎 你等一等我 那就不等了 因為 速戰速決 我們決定這個 我們又再捉 這個 鍾女士 鍾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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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好運 這個 復活節快樂 好了 繼續 剛才兩個朋友 打通過電話 現在又有電話 又有電話 好了 希望這位朋友 讓我們不滿意 當然聽 怎麼不聽 鬼鬼聲啊